年以来国际社会各界持续发声 支持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做出的巨大努力 为中国加油打气 11号至13号 2020金砖国家特使会议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 金砖主席国俄罗斯11号 发表主席声明 代表金砖国家 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表示支持 并强调金砖国家致力于 本着负责和团结合作精神 共同努力尽快控制疫情 在应对疫情时 应避免歧视污名化和过度反应 支持就威胁公共卫生的传染病 加强科研合作 俄方还表示 2020年度在俄罗斯境内的 金砖框架下的活动 都不会受疫情影响 将会按计划举行 日本驻华大使横景玉 日前也发布视频表示慰问 并支持中国抗击疫情的努力 作为一带水的民国 和水中送餐的朋友 日本将继续向抗击新型肺炎疫情的 武汉和中国的朋友们 提供全力支持与帮助 武汉加油 中国加油 在韩国 首尔市政府向中国提供的一批 援助物资已经起运 韩国语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